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和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才抵达南部的拉姆培杜萨岛 立刻遭居民团团包围 抱怨难民危机 居民怒气冲冲 因为难民人数实在太多 短短三天就有高达8500人 抵达小岛寻求庇护 人数之高甚至超过所有岛上人口 现在小岛只有混乱两个字能形容 不止难民累到爆发火气 许多人连遮蔽帐篷都没有 大人小孩只能睡在检疫床架 不知何去何从 还有妈妈带小孩在海上漂流一周 由于这个小岛位在意大利最南端 本来就是北非难民登陆热点 意大利当局尝试将人 送往西西利岛等地 却还是赶不上难民涌入的速度 根据统计今年抵达意大利的难民 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平民欧洲各国对收容态度转趋保守 意大利小岛居民耐心被逼到极限 只希望当局别互听皮球 赶紧找出安置难民的方法 也新闻综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